小女你干嘛帮我洗内裤啊 你会自己洗啊 那就没关系 马上就一起洗一洗啊 当然有关系 又不是我男朋友 我们只是泡友 男人自以为是的贴心 却被女人当成冒昧的行为 更是遭到对方的一顿臭骂 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他们明明就是与情侣相处 在一起约会吃饭 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以此都陪伴着对方 直到剩下男人孤身一人 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而他们之所以能在一起 也只因为女人在他身上找到了 内心缺少的那份父爱 这是今年最新上映的亚洲高分电影 本片荣获金马奖金像奖等多项提名 男主更是由吴康仁主演 绝对是今年最值得戏品的一部高分佳作 故事开始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父亲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 带着妻女从湖南衡阳偷渡到香港 本以为是美好生活的开始 可一切并不遂人怨 母亲只能在餐厅打工 而子源虽然被送到新的学校 但因为听不懂粤语 导致自己无法跟同学正常交流 从而显得格格不入 听不懂粤语的子源 还以为这是给自己的 可就当他刚打开本子就遭到同学的责怪 一瞬间错愕的子源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是趴在桌上来掩饰自己无法表达的委屈 因此子源常常独来独往 在校园里没有任何朋友 在学校里过得不尽如人意 回家后的子源本想得到父母的一丝关心 可家里面空无一人 直到听见头顶传来阵阵声响 这让他发现了更为糟糕的事情 内得在他心中有着高大伟爱身影的父亲 居然沾染了面粉 还在懵懂年纪的子源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而父亲发现被看到后并没有一丝紧张毫不在意 这里的生活让子源心中充满了压抑 就在当晚子源开始询问母亲什么时候开始回去 面对孩子的问题 母亲只是催促孩子快点睡 并没有任何关心 子源最终只能通过回忆着过往才得一度睡 第二天父亲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而子源对大人的谈话不感兴趣 悄悄地向周围走去 直到看到柜台的电话 这才让子源瞬间有了兴趣 他拿起电话就给妹妹打去 年纪的子源不知波通电话要加趣号 即便电话传来嘟嘟提示音 子源依旧乐在其中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宣泄方式 饭后父亲带着他来到超市 货架上应有尽有临时地让他眼花缭乱 直到看到喜欢的东西他才忍不住停下 但上面的价格让他只能静静地看着 因为他知道父亲没钱给自己买 父亲一眼就看出子源想要这个东西 二话不说直接将其揣进兜里 父亲的做法让子源直接愣在了原地 当走出超市 父亲将东西拿给子源 子源脸上的顾虑瞬间消失不见 转眼间变得喜笑颜开 这就是父亲对他的爱 父亲还不忘叮嘱子源不要告诉妻子 回家后父亲就开始辅导子源功课 耐心地教导子源如何思考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 但一家人过得还算开心 在父亲和母亲的陪伴下 子源似乎已经将所有不开心忘记 可转天班里却出现突发情况 同学家家丢失了一块手表 第一时间就将嫌疑锁定在子源身上 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个乡下来的穷孩子才会这样子 二话不说就将子源的包抢过来 虽然在书包里并没有找到 但他们并不准备就这样放过子源 一定还可要生到 直到老师出现才阻止了冲突进一步升级 放学后老师让同学给子源道歉 这件事才算暂时结束 虽然同学已经道歉 但子源依旧感觉十分无奈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误会子源时 却不料手表出现在子源手中 手表竟然真的是子源偷的 当听到母亲回家的声音 子源急忙将手表藏起来 子源的一场开心让母亲感觉有点怪异 没想到转眼间就发现了其中的原因 父亲刚回家就听到屋内争吵的声音 就当父亲进屋后 子源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 急忙躲在父亲身后 子源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她只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才学会了这样做 学会了用这种方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母亲本想好好教育一下子源 却不料被丈夫再三阻拦 甚至是袒护子源 这让妻子再也无法忍受 面对妻子的这番说辞 丈夫根本不肯承认 而一旁子源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遭受影响 在妻子的大吵大闹下 丈夫也恼羞成怒直接将她推倒在地 而子源急忙向前关心母亲 看着地上的母女二人 男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 当晚上睡觉的时候 父亲看着子源闷闷不乐 于是告诉子源自己有一个手表 并且全世界只有一个 听到父亲的这番话 子源半信半疑地扭过头 女儿根本不相信穷困潦倒的父亲 会有这样的手表 就当子源呆呆地愣住时 父亲一把抓过子源的胳膊 在她的手上留下了一圈牙印 子源被父亲的这番行为也无遇到 气得扭头就睡觉了 等到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子源依旧闷闷不乐 可下一秒父亲就带着妹妹出现在了眼前 所有的不开心在这一瞬间消失不见 子源终于见到了每日想念的妹妹 虽然父亲把妹妹也接过来了 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依旧很差 就算是买两份儿童套餐 父亲都没有钱 虽然父亲只买了一份 身为姐姐的子源并没有抢着要吃要玩 而是将玩具让给妹妹 并撒谎告诉父亲自己不饿 看着子源这么懂事父亲也十分欣慰 下定决心要早日摆脱穷苦的困境 另一边的母亲虽然在餐厅打工 但也常常受到同事的照顾 下班时会让她带点没卖出去的东西回家 可就当她下班回家后 屋内只有孩子二人 并没有看到丈夫 随后门外就传来了警方的敲门声 警方来这里正式要通知她 她的丈夫林觉明因为面粉被抓 等到深夜女儿熟睡 母亲独自躲在墙角抽起 丈夫的入狱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负担更加沉重 而她也意味着要拼命工作 两个女儿从此再也没人接送 只能互相照顾彼此 转眼十年过去了 紫园也已经长大了 虽然她经常会来看望父亲 但对父亲却无话可说 缺少父爱的这些年让紫园也变得独立 放学后会去楼下打零工赚钱 然后买东西来打扮自己 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个本地人 不仅紫园在意别人的看法 就连妹妹同样也是 当她对妹妹说着一口湖南话时 会引得妹妹十分不满 紧接着妹妹就询问姐姐有多少存款 因为马上就是下一个旅行日 她打算买条新裤子那天穿 紫园告诉妹妹可以穿自己的那条 最终被妹妹以上次穿过为由拒绝了 两人都充满了虚荣心 可她们的虚荣心何尝不是被嘲笑怕 就在当晚睡觉的时候 母亲告诉紫园她父亲就要回来了 让她有空的时候将上铺收拾出来 在几天后的旅行日上 紫园发现一个黄毛少年老师盯着自己 黄毛见紫园如此腼腆更加得意 黄毛的举动让紫园有些不好意思 黄毛示意紫园一起离开这里 紫园见黄毛离开后竟真的跟了上来 最终两人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就当两人各自选购时 黄毛直接将想要的东西装进衣服 黄毛的这番举动让紫园有些震惊 也许正是这个举动让紫园想起了当初的父亲 可就当黄毛向紫园示意离开的时候 眼看已经被发现 黄毛一把拉过紫园的手就开始逃跑 幸运的是最后两人成功逃脱 而黄毛也将拿到的东西分给了紫园 这个举动不由地让紫园再次想起父亲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相似 虽然两人才接触不久 但这件事情使两人快速升温 就在当晚两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一起了 就在这天紫园放学回家的时候 恰好遇见刚刚从监狱出来的父亲 这时的紫园似乎并不开心 也没有那种激动心情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在父亲面前直接离开 而另一边的母亲早已辞去了饭店工作 换成了在按摩店打工 只为多挣点钱抚养两个孩子 本以为丈夫这次出来 以后一家人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可事情往往都不会按照理想中的发展 丈夫出来后就找朋友一起鬼混 当朋友提起越南仔不久前去世的事情 林绝民不由地回想起最后一次见越南仔的场景 对方摊在床上无人照顾 整个屁股都已经烂掉 毫无疑问沾染面粉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 不良习性家破人亡 而自己也无法善终 当晚上林绝民回家后 就看到紫园在不断地翻找东西 她本想上前关心一下 却不料直接遭到女儿的质问 因为紫园深知父亲的习性 所以第一时间就怀疑到了父亲身上 这样父亲也十分不爽 即便父亲不承认 紫园依旧是在父亲的床上翻找 不料却翻到了面粉 这让紫园更加确信是父亲拿的 妹妹看到两人争吵意识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瞬间父女两人之间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 紫园一气之下更是将面粉直接倒进了下水道 紫园的做法直接将父亲彻底积木 就打父亲要对紫园大打出手时 妹妹急忙出来拦下父亲 爸爸你不担他 就当父亲不再追究刚刚的事情 而紫园却依旧不肯轻易罢休 老师你偷我钱买个把钱赔给我 老师 林决明的这番话彻底将妻子的心伤透了 换工作何尝不是为了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一些 而身为父亲的林决明 多年来对女儿不曾照顾 如今却还能说出这番话 正经按摩工作却被说成不三不四 争吵过后 就当紫园在镜子里观察脸上的伤痕时 妹妹过来关心姐姐 并告诉姐姐丢的钱是自己拿的 这个钱死我老狗 妹妹拿姐姐钱正是因为虚荣心作祟 她担心同学看不起自己 所以拿钱买了新衣服 妹妹总是担心被人识破自己不是香港人 姐姐何尝不是也在伪装成一个香港人 就在这天 学校的排球练习课上 老师要求两三人组成小队练习 很快大家就找到了合作的同伴 但还剩下一个同学并没有队伍 很明显这个同学并非本地人 遭到了同学的排挤 这时的此情此景 似乎让紫雀想起了 当初自己出来时被排挤的场景 紫雀在内心的再三挣扎之下 最终还是选择了跟这个同学组成一对 而另一边的父亲 在当晚本想找自己的好友阿辉聊聊心事 却不料刚刚上楼就看到这一幕 上次见面时阿辉就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 但她还是不希望里面是阿辉 当她看向屋内确认时发现空荡荡的 最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 阿辉的去世 让林觉明心情十分低落 她不知道心中积攒已久的情绪如何发现 她再次想起了那个脏东西 回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 正在睡觉的妹妹也被父亲吵醒 面对女儿的疑惑 父亲本不想回答 最后还是忍不住跟女儿张口 妹妹 你好像在警察 小姐姐妹 在那里 小姐姐 快进来吧 妹妹被父亲的这番模样有些吓到 就当她还没能从惊吓中回神 父亲再次口出惊人 你为你不直接进来这番两天 我的小脸 没能从女儿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她瞬间变脸 这样子却害怕极了 趁着父亲找东西试别姐姐打电话 当电话的案件声响起 让精神紧张的林绝鸣 当成了子却要报警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能带给姐姐 要报警 是不是 不是 最终父亲求子却帮帮自己 看着父亲可怜的模样 子却于心不忍 当姐姐回家后 子却找到姐姐借钱 希望可以让父亲轻松一些 所以呢 在妹妹的再三求情下 姐姐最终还是心软了 看着坐在地上哭哭啼啼的父亲 子圆最终还是拿钱给了父亲 家庭中的事情让子圆心情十分糟糕 于是约黄毛出来想让她哄哄自己 不料两人刚说了没几句话 黄毛就要准备离开 你常常想出现就出现 想消失就消失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拍紧图 那怎么才叫拍紧图 我等你哄一下我就 哄一下你 你以为好像你那么大 我上班要交租 我都要上班的 你有上班 面对黄毛的斤斤计较 子圆直接从包里掏出一把钱 黄毛的这番话直接让子圆抱摸 直接狠狠地甩在脸上 却不料被打了想想的一记耳光 就当子圆第二天睡醒后 发现父亲在桌上给他留了一个纸条 还有留有二百现金 承诺剩下的三百过几天还给他 可他却不知道 此时的父亲昨晚又因范事再次入狱 而母亲也在不久后改嫁 转眼十年又过去了 子圆已经工作 成为了一名导游 并且有了新的男朋友 这天子圆和男友一起吃饭 却意外遇到一个醉酒男子打扰性质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 谁能想到子圆去厕所时 再次遇到了黄毛男 黄毛对刚刚的事情表示歉意 并对子圆开始自我介绍 这种搭讪方式太过老套 子圆本不想理会 虽然子圆嘴上说着不喜欢小孩 但对黄毛的行为也并没有反感 两人三言两语就开始聊得火热 在这段小插曲之后 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一幕 当子圆回家后 看到小宇在给自己洗衣服十分生气 喂 你在生什么气啊 你没有生气啊 你从居酒屋开始知道就怪怪了 子圆非常纳闷 跟吃饭喝酒的地方有什么关系 你喜欢镜头发是不是 小宇的一句话直接让子圆哑口无言 因为小宇说的是对的 正是那天居酒屋遇见的黄毛 让她想起来了以前的过往 当第二天小宇醒来 子圆已经不在身边 只给她留下一个纸条来告别这段感情 而另一边的子圈 虽然比子圆小几岁 但也已经长大 子圆每当有空的时候 就会乘船前往探望父亲 会给父亲带来一些生活用品 可这次来父亲却告诉子圆以后不用带了 因为她马上就要出去了 并告诉子圆这次出来之后就会回湖南 父亲表示想要回家陪陪母亲 这么多年来都未能在身边静小 并且自己这次真的已经戒掉 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 但也算是戒掉了 父亲能够彻底戒掉子圆也为其开心 当父亲出来后 子圆为父亲租了一处公寓 担心父亲会被热闹 还为父亲买了新电扇 并且找到姐姐弹劾父亲吃饭的事情 想要帮助父亲缓和两人之前的关系 可姐姐并不想见父亲 不过妹妹并没有因此放弃 将父亲如今受骨灵巡的样子告诉姐姐 希望能够让姐姐心软下来 但姐姐并没有直接答应 也没有立刻拒绝 直到妹妹和父亲约定的这天姐姐也没有出现 本以为姐姐今天不会来 下一秒就出现在眼前 姐姐最终还是心软了 虽然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毕竟还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见到两个女儿都来了 高兴得心情难以掩盖 在妹妹的提议下 让路人帮忙拍了一张合照 这张合照也是三人唯一的一张合照 就在当晚父亲给家里打句电话 想问问母亲的身体如何 却不料得知母亲的脚受伤住院了 本想多陪陪女儿的父亲 不得不将回家的日程提前 第二天一早 父亲就坐在紫园的楼下等着他出现 想要跟女儿临走前做个告别 这个结果父亲早就是知道 但父亲还是忍不住问了 而接下来马上就是紫园的生日 父亲临走时 还不忘给紫园留下了生日红包 似乎想要以这种方式 尝试弥补对女儿缺少的爱 虽然父亲表面上满不在意 其实内心却充满了失落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 紫园临走时也忍不住回头看看父亲 他却不知道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就在当晚两人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姐妹二人一时难以接受 但魂归故里往往是人死后的最大愿望 最终紫园自己带着父亲的捕灰回到了湖南 看着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一切似乎都未曾改变 熟悉的味道依旧在空气中弥漫 可就在当晚 紫园问大伯那处百合园是不是已经盛开始 却从大伯口中得知那处百合园早些年就已经被烧毁 就当紫园看着小时候的照片不断回忆时 突然收到了妹妹的信息 信息中正是父亲生前发给妹妹的最后一条语音 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小时候我们总以为时间很长 但愿不长久 可是有一天身边的人突然老了 望着他们手机里的屏保是自己的合照 我们才长叹一声 但愿人长久 不愿人长久到但愿人长久 往往只是那么一瞬间 可是但愿人长久 此事古难全